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 宗教与世界观 随着自律的不断加强 爱和人生经验一并增长 我们会越来越了解自身成长的世界 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由于天赋以及成长环境的不同 每个人对人生体验的广度和深度 常常有着天壤之别 对人生的认识和了解 属于我们的宗教范畴 我们对于人生都有各自的认识 有着或广阔或狭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人人都有自己的宗教 虽然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 但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通常我们对宗教的定义过于狭隘 我们认为拥有某种宗教信仰 就意味着要相信某些神灵 加入某个信徒组织 举行某种宗教仪式 某个人从来不去教堂 也不相信超自然的神灵 我们就会做出结论 他没有宗教信仰 有的学者还发表这样的言论 佛教不是真正的宗教 在一位神论者的信仰中 没有任何宗教的成分 神秘主义是哲学 而不是宗教 我们容易把宗教过于简单化和单一化 正因为如此 某些事实令我们大惑不解 比如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为什么都以基督教徒自居 为什么和某些经常做弥撒的天主教徒相比 有的无神论者更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 我在指导新来的心理医生实习时 经常发现他们对病人的人生观 世界观毫不在意 病人不信神灵或从不参加教会活动 并且自称没有宗教信仰 医生就认为这些病人不是宗教主义者 因此也就不必再去了解病人的信仰 事实上 对于世界的规律和本质 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看法与信念 只是未必说出来而已 例如 病人是否认为 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混沌状态 只有及时行乐 才是最现实的活法 病人是否认为 他们生活在人吃人的世界里 只有残酷无情的人才能变成强者 还是认为世界充满善意 人人都会得到帮助和支援 所以任何人都不必为身处困境而过分烦恼 他们是否认为世界欠他们很多 他们是否认为世界自有严厉的隐形法律 任何人行为不端 终将受到惩罚 人们的世界观各不相同 甚至相去甚远 医生迟早都会与病人的世界观发生冲突 甚至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 所以医生应该从一开始 就在这个问题上多下功夫 病人的心理问题 常常与世界观有着密切关联 因此对于他们的治疗 就涉及对其世界观的纠正和调整 我总是这样提醒接受我指导的心理医生 哪怕病人自称不信宗教 也要弄清他们信奉的宗教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世界观 只有局部属于意识思维层面 多数病人无法体验到自己的潜意识思维 以及对世界真正的看法和整体的观念 灵他们自认为笃信某种宗教 其实信仰的却是难一种东西 斯图尔特是位出色的企业工程师 他五十多岁时 突然极度消沉起来 他的事业一帆风顺 又堪称理想的丈夫和父亲 他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甚至是个坏家伙 他抱怨说 也许我哪天死掉了 对这个世界更有好处 他的话完全是内心感受 他感到自卑 经常失眠 烦躁不安 这是忧郁症的典型症状 他还曾两度自杀未遂 病情严重时 他甚至无法吞咽食物 他觉得喉咙严重梗塞 有时只能进食流至食物 但是光以及其他检测证明 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对于他的宗教 斯图尔特没有怀疑 也没有抱怨 他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工作者 他对我说 我只相信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 据说 假如信奉充满爱心的上帝 或许对于我的成长更有好处 可是我从小就听够了这一套谎言 我是不可能再上当的他的童年 是在观念保守 民风添朴的美国中西部度过的 父亲是基督教牧师 母亲也是虔诚的教徒 不过斯图尔特长大以后 很快与家庭和宗教脱离了关系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斯图尔特在我的鼓励下 开始对我说起他做过的短暂的梦 我回到童年时代 回到了在明尼苏达的家乡 我好像还是个幼小的孩子 可我分明知道 我仍旧是现在的年龄 有一天晚上 一个男子突然走进房间 想要割断房间里每个人的喉咙 我好像从没见过这个人 奇怪的是 我知道他是谁 他是我高中约会过的一个女孩的父亲 梦做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惊恐地醒过来 我知道 那个男人想割断我们的咽喉 我让斯图尔特尽量回忆过去 把他了解的那个男人的情况都告诉我 斯图尔特说 其实很简单 我根本不认识他 只是有几次 我把他的女儿送回家 或是去接他的女儿参加派对 我和他很少有过真正的约会 他拘谨地笑了笑 又说 我在梦里觉得 我接触过他本人 而在现实中 我顶多是从远处忘见过他 他在我当年居住的小镇火车站当站长 夏天的傍晚 我去看火车进站 偶尔会看见他站在站台上指挥 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共鸣 小时候 我也在火车站附近消磨掉不少慵懒的夏日 我也喜欢在火车站那里 看着火车进进出出 火车站是热闹又有趣的地方 而站长是这里的总导演 他似乎是个无所不能的人 拥有无上的权力 他知道火车经过哪些大城市 哪趟火车停靠在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站 哪趟火车会挤驰射而过 一刻也不停留 站长还负责安排铁路的转轨 设置火车进出的信号 负责收发无数邮件 他还会在车站电报室里 使用我们当时无法理解的密码 与世界各地保持联系 司徒尔特 我对司徒尔特说 你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 我相信你的话 不过 我想你的潜意识中 可能有一部分是信仰上帝的 你信仰的是个可怕的 想搁别人喉咙的上帝 我的怀疑没有错 司徒尔特也意识到 他有一种古怪而可怕的信仰世界 被邪恶的视力所操控 他想割开司徒尔特的喉咙 任何冒犯或者错误的行为 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 而在司徒尔特的心目中 所谓的冒犯或者错误 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调情行为 譬如 他曾偷偷亲吻过站长的女儿 他表现出的症状 就是头脑中自我惩罚的意识 他希望通过被入割断喉咙这样的异象 来逃避上帝对他的惩罚 司徒尔特的心理 为什么隐藏着邪恶的神灵 与邪恶的世界这种消极的观念 从何而来 人们怎样形成各自的宗教 世界观的形成取决于哪些因素 这些问题很复杂 本书无法一一解答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人的宗教都来自其文化环境 欧洲人大概认为上帝应该是白人 非洲入则相信上帝是黑人 印度人更容易成为印度教徒 并形成相对悲观的世界观 生长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人 大多会信奉基督教 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也比印度教徒乐观得多 我们通常很容易按那周围入的信仰 并把口耳相传的东西视为真理 形成宗教思维的基本因素 来自我们的家庭 父母是我们信仰的根植者 他们的影响 不仅在于他们的话语 更在于他们处事的方式 比如 他们之间如何相处 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 而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本人 如果说世界是大宇宙 那么家庭就是小宇宙 在家庭的见闻和感受 决定了我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 父母的言行举止 为我们创造了独有的外在世界 在此基础上 我们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我同意你的说法 斯图尔特说 是的 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上帝 他会割断我们的喉咙 可我不清楚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小时候 父母就说 上帝是爱云云众生的 我们也要去爱上帝和耶稣 而且爱无所不在 既然如此 想必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 是吗 他瞪大眼睛说 你是开玩笑吗 我根本不幸福 我的童年太痛苦了 为什么痛苦呢 我几乎天天挨打 皮带 木板 扫把 都是父母教训我的工具 不管做错什么 我都会挨打 他们还说 每天打我一顿 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 而且能促进我的道德修养 他们是否威胁过掐死你 或割断你的喉咙 没有 不过我相信 这是因为我小心谨慎的缘故 不然他们真的可能那样做 说到这里 斯图尔特突然停住了 他沉默了好久 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 他面色凝重地说 我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斯图尔特不只是唯一相信恶魔上帝的人 很多病人都对上帝有相同的认识和看法 提到上帝 他们就感到恐惧 当然 在人们的头脑中 恶魔上帝的观念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形 我说过 在孩子的心目中 父母就像是神和上帝 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 就是宇宙间的至高法则 孩子对所谓神性的了解 往往来自父母的人性 父母充满爱心 悲天悯人 孩子们就会相信上帝充满爱心 普度众生 这样 即便到了成年 在他们的心中 世界人和童年时一样 充满爱和温暖 假如父母言而无信 牙字必报 孩子成年后 就会感觉世界充满邪恶 从小得不到关心的孩子 长大后就会缺乏安全感 对世界和周围的人充满戒心和敌意 我们的宗教和世界观 常常取决于童年经历的影响 这就构成宗教与现实的对立 也就是小宇宙或大宇宙的对立 在斯图尔特的心中 世界充斥着邪恶和凶险 童年时代 他必须谨慎而严格地遵循家庭小宇宙的法则 不然喉咙就会被上帝割断 他生活在近乎残暴的成年人的阴影之下 当然 并非所有成年人或父母 都像斯图尔特的父母那样不可理喻 在世界这个大宇宙中 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 也有着不同的孩子和父母 要建立与现实相适应的宗教与世界观 我们必须不断学习 增进对世界的认识 我们必须突破自我界限 涉足更广阔的领域 修正我们的地图 斯图尔特的宗教和世界观 可能仅仅适用于他的家庭 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 他的认知显然不切实际 也帮不上他的忙 尽管事业一帆风顺 他却生活在恐惧中 认为上帝随时会割断他的喉咙 这是典型的移情现象 许多成年人的宗教 其实正是移情的产品 我们毕竟不是超人 我们无法超越自身文化 父母乃至童年经验的影响 我们只能依据狭窄的人生参照系 来带人处世 人类世界充满矛盾 人们面对自己和踏入 有着各种感受和观点 他们起源于过去的经验 人们很少想到 他们的经验不是万灵药 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 他们对自己的世界观并没有通盘的 深入的认识 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家 布兰恩特维吉 对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深入研究 发现美国入和俄国入在对人性 社会 世界的理解上 存在着惊人的差异 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 操纵着双方的交往和谈判 他们却浑然不觉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 美国人觉得俄国人怪里怪气 在谈判桌上的言行不可理喻 甚至可能心存歹毒 俄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同样的反感 我们都熟知盲人摸象的预言 其实我们就像预言里去摸大象的瞎子 没人知道这个龙物真实 完整的面貌 我们一味坚持自己的小宇宙观 为此不惜与别人对抗 不惜把每一场争执扩大化 甚至将其演变成一场圣战 科学的宗教 心智的成熟 其实就是从小宇宙进入到大宇宙的历程 本书注重论述这段旅程的初级阶段 从本质上说 这一阶段就是不断迈进的求知之路 只有学习和进步 才能摆脱昔日经验的限制 我们必须消化和吸收新的资讯 扩大我们的眼界 敢于涉足最新的领域 本书的主旨之一 就是探讨增加认知 扩大视野的意义 我说过 爱的本质 其实是自我完善 而爱的风险之一 就是必须进入未知的领域 我们必须放弃落后的 陈旧的自我 把臣服的 过时的认知踩到脚下 及时抛弃狭隘的人生观 但是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似乎不做任何改变 更符合我们的惰性 我们更容易保持现状 更愿意使用 以小宇宙为基础的旧地图 我们不想让旧有观念 遭受丝毫损伤 但是 这样无异于自觉坟墓 与心智的成熟之路 背道而驰 我们应该对过去的信仰 提出疑问 主动探索陌生领域 挑战某些 久被视为真理的结论 只有怀疑和挑战 才能使我们 走上神圣的自由之路 为此 我们必须从科学起步 别无他途 我们应该逐步以科学的宗教 来代替父母的宗教 向小宇宙法则提出挑战 科学的宗教 旨在帮助我们 从实际出发 采用现实的经验 历史的教训 去认识世界 更新人生观 世界观 如果盲目信奉父母的宗教 我们可能不会有任何改观 最有活力 最适合我们的宗教 理应从我们对现实的经验 和认识中产生 经由质疑 挑战 检验的宗教 才是属于我们的宗教 正如神学家 艾伦琼斯所说 我们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几乎很少有人 有独一无二的人生 我们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情感 似乎都是二手的 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只有依据二手材料 才能够让自身发挥作用 我可以信任一个内科医生 一个科学家 一个农民的话 我本来不想这样做 但我不得不这样做 他们提供的 可能是各自领域的核心知识 而对那些领域 我一无所知 关于我的肾脏的状况 胆固醇的作用 饲养小鸡的经验 这些完全是二手的材料 我完全可以接受 但是 有关人类生存的意义 目的与死亡的问题 一切二手材料都无法接受 我不可能依靠 对二手上帝的二手信任来生活 我要想真正地活着 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语言 拥有独一无二的怀疑和挑战的意识 我们有了自己的宗教 才能有成熟的心灵 完全研习父母的宗教 就会处处碰壁 那么 什么是科学的宗教呢 科学是复杂的世界观 它具备若干重要信条 所以 科学本身也是一种宗教 其重要信条包括 宇宙是真实的存在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观察 人类对宇宙的观察 具有重要价值 宇宙的运行遵循若干规律 而且是可以预测的 人类亦受偏见和迷信的误导 在解释宇宙时亦犯错误 入类要形成世界观 理应具有足够的怀疑精神 理应接受科学方法的指导 由此总结出观察宇宙的经验 还有 除非经过亲身体验 否则 我们就不可以自以为无所不知 另外 科学方法的提炼 虽然来自实践经验 但我们仍不可相信单纯的经验 唯有多次重复实验而获得的经验 才是值得信任的知识 还需要补充一句 只有在相同情况下 其他人通过类似的经验 也能够得到一致的结论 这才是可靠的经验 在上述信条中 关键字眼包括真实 观察 知识 怀疑 经验等等 科学是一种以怀疑为基础的宗教 为摆脱童年经验的小宇宙 文化教条的小宇宙 父母四世而非教导的小宇宙 我们必须怀疑自以为了解的一切 凭借科学的态度 我们才能把个人的小宇宙经验 转化为广大的大宇宙经验 我们必须信仰科学 迈开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第一步 许多病人在治疗之初 就告诉我 我不相信宗教 我从来不去教堂 我不相信教会的训诫 也不相信父母的话 我不像父母那样对宗教过于虔诚 我大概永远与宗教无缘 每当我质疑 他们凭什么自认为与宗教无缘时 他们都很惊讶 其实你是有宗教信仰的 你的宗教博大精深 因为你崇拜真理 你坚信自己会不断进步 我对他们说 你的宗教所具有的力量 使你敢于承受一切痛苦 一切摆脱既往经验 和迎接未来挑战的痛苦 能够接受治疗 本身就说明你重视进步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的宗教 我绝不认为你比父母缺乏虔诚 正相反 我甚至觉得和他们相比 你对宗教和上帝的信仰 更具神性 你的信仰有着更高的境界 因为你具有质疑一切的勇气 对塑造世界观而言 科学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为进步 最好的证据之一 就是科学显著的国际性 在全世界范围内 它都具有稳固的科学群体 其规模比基督教会更加庞大 而且更为团结 其他国际性团体都无法与它匹敌 各国科学家互相交流 他们的热情之大 能力之强 远远超出其他宗教人士 他们超越了自身文化的小宇宙 更加睿智和务实 也更加接近人类和世界的本质 即便如此 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拥有科学思维的人 能够对一切现象提出质疑 这远比单纯依靠盲目的信仰 迷信和教条 更有利于我们的进步 但是 我也相信 到目前为止 科学也只是踏出了 实现心灵进化的第一步 大多数有科学思维的人 对于世界和上帝本质的认识 仍然是狭隘而有限的 就是和许多盲目继承父辈信仰的普通农民相比 科学界人士的见识也未必高明多少 在认识上帝本质这一问题上 科学家还面临诸多的困难 具有怀疑一切的态度 我们就会意识到 独信上帝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过分信仰上帝 容易使我们更加教条 而且 正是从教条主义中 曾产生过无数战争 宗教裁判所乃至各种迫害 在宗教盾牌的背后 曾隐藏着无数伪善的嘴脸 有的信徒假借信仰的名义 戴上博爱的面具 像同类挥舞屠刀 他们为力士徒 巧取豪夺 甚至禽兽不如 他们搞出各种匪夷所思的宗教仪式 以及别有用心的偶像崇拜 六手六脚的女神 高具宝座的男神 相神 虚神 诸神殿 家神 三位一体 众神合一 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无知 迷信 教条 和僵化 对上帝真正的信仰却少得可怜 这不由得使人想到 假如不相信上帝 也许我们会活得更好吧 无数事实证明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 上帝非但不是来生的期许 反而是今世的毒药 有时候 我们即便大胆预言 认为上帝是人类心灵的幻象 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幻象 似乎也是合理化 也许对于上帝的信仰 其实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病态 必须设法救治才行 信仰上帝 是否真是一种疾病呢 它是否是一种特殊的疫情现象呢 是否源于我们过多地接受了父母的小宇宙观念 由此阻碍了我们去接纳大宇宙观念 或者说对于上帝的信仰 是否是原始而幼稚的思考方式 为寻求更高境界的认知和道德 我们是否必须敢于将小宇宙观念彻底舍弃 我们在因心理治疗而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我们的宗教信仰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呢 为从科学的角度解决类似疑问 现实中的临床数据是必不可少的 凯倩的故事 凯倩是我接待过的最胆小的病人 我清晰地记得初次见到他时的情形 当时我走进房间 他蹲坐在角落里 嘴里嘟嘟囊囊 就像是在做祷告 看到我出现在门口 他立刻瞪大I.I.I.L 目光充满恐惧 他尖声哭叫 缩成一团 背部紧贴着墙壁 似乎是想缩进墙壁里 我对他说 凯倩 我是心理医生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你不用害怕 随后我搬了一把椅子 坐在离他稍远的地方 静静地等待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只是缩在墙角处 渐渐地 他的神态放松了些 随即放声大哭 哭了一会儿 他停了下来 又自言自语地祷告起来 我问他是怎么了 他的声音含糊不清 我就快要死了 他没有中断祷告 也不想同我说话 嘴唇不停地吸动 念念有词 大约每隔五分钟 他会因疲倦而停顿一下 咳嗽几声后 又继续祷告 不管问他什么问题 他总在祷告的间隙 偶尔回答我 我就快要死了 好像只要不断祷告 他可以既不休息 也不睡觉 就可以阻止死亡的来临 凯倩的丈夫 叫霍华德 是个年轻的警官 他向我讲述了 凯倩的基本情况 凯倩22岁 他们结婚两年 婚姻正常 凯倩也没有任何心理异常症状 那天早晨 凯倩一切正常 还开车送丈夫去上班 两个小时后 霍华德的姐姐给他打来电话 说他去看凯倩时 发现他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于是他们把凯倩送到医院 霍华德告诉我 凯倩最近几天 没有任何怪异的言行 不过在过去的四个月里 他很怕到公共场所去 霍华德甚至不得不替他进超级市场购物 让他独自坐在车里等候 凯倩也害怕孤单一人 结婚以来 凯倩一直有做祷告的习惯 他的家人是虔诚的教徒 他的母亲每周至少两次去做弥撒 奇怪的是 凯倩自从结婚以后 就再也没有去做过弥撒 霍华德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过他注意到 凯倩经常独自祷告 那么 凯倩的健康怎么样呢 非常好 他从没有住过院 他婚后采取过避孕措施吗 他经常吃避孕丸 值得注意的是 大约一个月以前 凯倩曾告诉霍华德 他不准备再吃避孕丸了 他从报纸上了解到 避孕药品可能对健康有害 霍华德听后也不以为然 我给凯倩开了大量镇静药 让他按时入睡 随后两天 他的病情没有多少起色 每天仍在祷告 念叨着说 他很快就会死掉 此外什么也不肯说 显而易见 他有着某种强烈的恐惧感 到了第四天 我给他进行了静脉注射 说 凯倩 我给你打的这一针 会使你很想睡觉 你不会真的睡过去 你也不会死掉 药效发作以后 你就会停止祷告 你会觉得很放松 愿意同我说话 现在我要求你告诉我 来医院的那天早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什么事 凯倩说 你送丈夫去上班了 对吗 是 然后我就开车回家了 后来 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把丈夫送到单位 然后直接开车回家的嘛 凯倩不再同我说话 又开始祷告起来 别念了凯倩 对他说 你现在绝对是安全的 你可以放松下来 那天早晨 你在开车回家途中 发生了一件事 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走了另外一条路回家 什么路 我从比尔家门前经过 我走了那一条路 谁是比尔 凯倩又开始祷告 比尔是你的男朋友吗 是 不过是在结婚以前 你还常想着比尔 对不对 凯倩突然哭了起来 啊 上帝 我就快要死了 你那天见到比尔了吗 没有 不过你很想见到他 我快要死了 你认为自己想去见比尔 上帝就会惩罚你 对吗 是的 凯倩又开始祷告 我让他祷告了十分钟 而自己则在一旁 紧张地整理着思绪 我对他说 凯倩 你认为自己快死了 是你自以为了解上帝的想法 你对上帝的了解 都是来自别人的看法 但那大都是错误的 我也不是十分了解上帝 但我想 我知道的比你多 也比那些最以为了解上帝的人多 我每天都能接触到许多和你有同样想法的男人女人 他们都产生过背叛伴侣 与人私通的念头 有的还真的做了那种事 可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 我知道这一点 是因为他们都来找我看过病 后来都变得乐观而开朗 也谈谈上帝 也谈谈你自己 次日早晨 凯倩的情况有所好转 不过恐惧感并没有消除 她还是担心自己随时可能死去 尽管不再像以前那样肯定了 她一点点的向我吐露心事 她高中三年级时 和霍华德有了性关系 霍华德要同她结婚 她马上答应下来 两周后 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不想结婚 极度的痛苦和傲丧 是她当场昏倒在地 后来她更加怀疑 自己也许不该草率结婚 她无法确认是否真的爱霍华德 不过 她毕竟同霍华德发生了关系 她以为只有通过婚姻 才能使这种关系合法化 不然 她的罪孽就会更大 在确认真的爱霍华德之前 她不想生育子女 并开始服用避孕完 这样做 显然 是天主教禁止的另一种犯罪行为 她不敢带着罪孽去面对耶稣 所以婚后甚至都不去做弥撒了 她喜欢同霍华德享受床榻之欢 可是 差不多从结婚当天起 霍华德对此就很冷淡了 她仍然关心凯倩 给她买各种礼物 而且似乎很疼爱她 甚至不让她外出工作 然而 凯倩一再恳求 她才答应同她做爱 凯倩的生活很单调 大约两周一次的性生活 成了她唯一的调剂 凯倩已从未想过离婚 那又将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孽 凯倩孤独难耐 居然有了语入私通的幻想 她希望借助祷告 驱除头脑的杂念 她每个小时都会抽出五分钟 用于祷告 这遭到霍华德的嘲笑 于是凯倩决定 趁白天丈夫上班 独自在家里祷告 为弥补夜晚漏掉的祷告 她必须增加白天祷告的频率 每隔半小时就祷告一次 祷告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这并没有消除她的性幻想 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强烈 她甚至到了每次外出 就会死死盯着别的男人发呆的程度 她开始害怕和霍华德一起外出 即使有霍华德陪伴 她也不希望置身于有男人的场合 她曾想过到教堂去做弥撒 不过她知道 到了教堂 却不向牧师忏悔她的性幻想 仍然是一种犯罪 无奈之下 她增加了祷告的时间和频率 还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祷告方式 将祷告词的字句进行缩读 甚至以个别字词代替整篇祷告 她整天念念有词 其实是在重复单个的音节或者词语 不久后她就把这套方法也译得更加熟练了 可以在五分钟内念完 一千多遍祷告词 这种特殊的祷告系统 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她的性幻想 可是不久后 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 她越来越渴望把性幻想付诸实施 她想给过去的男友比尔打电话 还想每天下午到酒吧里运会男人 想到真的有可能做出那种事 她感到极度恐惧 她停止服用避孕丸 希望借着对怀孕的恐惧 阻止自己做出越轨的事 一天下午 她甚至开始自慰 这让她更加紧张 在她看来 这可能是最大的罪恶 她洗了大半天冷水浴 以便让自己冷静下来 她好不容易等到霍华德回家 但是第二天 一切却又依然如故 那天早晨 凯倩终于难以自控 把霍华德送到警察局后 她直接把车开到比尔家门口 她坐在驾驶室 等着比尔出门 可一直不见动静 她下了车 身体已靠在车前 还做出挑逗性的姿势 她默默祈祷 求求你 让比尔看见我吧 让他看到我在这里等他吧 还是没有人出门 随便什么男人看见我都可以 不管是谁 只要愿意 我都会答应他的要求 我非要跟别人上床不可啊 上帝 我是个婊子 我是巴比伦的娼妇 上帝 你杀了我吧 我就快要死了 他跳上汽车 飞快地开回家 他找了剃须刀刀片 想割开自己的手腕 最终还是放弃了 上帝会帮助我 给我应有的惩罚 上帝最清楚我的罪面 他会了断一切 凯倩夜以寂寞的等待 啊 上帝 我好害怕 求求你 快动手吧 我好害怕啊 他不停地祷告 提心吊胆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后来 就到了近乎精神失常的地步 我用了好几个月 才了解到上面的情况 我的工作重心 主要是围绕其罪恶感的来源进行 比如 他为什么认为 自卫是罪恶 是谁这样告诉他的 那人又凭什么说 自卫是罪恶与人私通的念头 为什么是一种罪恶 罪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 在我的心目中 心理治疗是最诱人 也是最值得全身心投入的一种行业 但是 当医生不得不询问病人 询问其亲人和朋友 了解病人头脑观念的一切细节时 工作就会变得单调而乏味 比方说 凯倩对罪恶感自行提出质疑时 才开始透露其性幻想以及自卫带给他的诱惑 他甚至质疑整个天主教会的权威 跟教会对立当然不容易 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来自我的鼓励和支持 他渐渐相信 我是为他着想 而非带他步入歧途 我们形成的治疗同盟关系 是让治疗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以上大部分工作 都是在临床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的 那天 我给凯倩注射了巴比妥类催眠药 并同他做了深入交谈 过了一个星期 他就出院回家了 又经过四个月的强化治疗 他才说出对罪恶感的想法 我现在觉得 天主教会的那一套并不可靠凯倩产生这样的认识 说明 对他的治疗进入了新阶段 我让他思考这样的问题 他以前什么对天主教会那样虔诚 几乎完全接受而没有丝毫怀疑 他为什么一直缺乏独立的思考 凯倩说 我的母亲很早就提醒我 对天主教会不能有任何怀疑 接下来 我们开始探讨凯倩和父母的关系 凯倩和父亲没有感情 父亲自天在外面工作 晚上回家就捧着啤酒瓶 在椅子上打瞌睡 只有星期五晚上例外 他那天晚上会在外面喝酒 家里是他母亲说了算 任何人都不能和母亲唱反调 他的母亲看上去温文尔雅 但是他绝不允许凯倩和他顶撞 凯倩只能乖乖听他训话 你不可以做那件事 亲爱的 好女丁少有人 走的路餐还可从不做那种事 你不应该穿那种鞋 正派女孩从不穿那种鞋 你是否愿意去做弥撒 不是你说了算的 这是上帝的要求 你必须去在我的帮助下 凯倩逐渐意识到 在天主教会庞大权力的背后 隐藏着他母亲同样庞大的权力 在他母亲貌似温情地言传身教的背后 隐藏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 与母亲冲突和对抗 对于凯倩是不可想象的事 心理治疗难免出现意外 凯倩出院六个月后 在一个星期天早晨 霍华德给我打来电话 说凯倩又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 不停地做起了祷告 在我的建议下 霍华德说服凯倩回到医院 就像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 凯倩仍躲在角落里 浑身色缩 霍华德不明白 究竟什么原因使她病情发作 我把凯倩带进病房 说别再祷告了 凯倩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告诉你 我做不到 你做得到 凯倩 凯倩不停地喘着粗气 她在祷告过程中对我说 给我吃那种让我说真话的药吧 这样我才能告诉你实情 我说 不行 凯倩 这一次 你有足够的力量 你要靠自己努力才行 她突然哭了起来 然后她看着我 又恢复了祷告 从她的眼神中 我感觉得到 她是在生我的气 甚至有些怨恨我 我对她说 你是在生我的气 凯倩摇摇头 继续祷告 凯倩 我想得出十个以上的理由 证明你有可能生我的气 但是 你不说实话 我就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生气 你告诉我吧 我是不会介意的 我就快要死了 她哭泣着说 不 你不会死的 凯倩 你不会因为生我的气而死去 我也不会因为你生气而杀死你 你有权生我的气 她仍然哭泣着说 我的日子不长了 我的日子不长了 这些话突然让我感觉有些怪 似乎能让我联想起什么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我只好再次重复一遍 凯倩 我是爱你的 我不会因为你恨我而惩罚你 她哽咽着说 我恨的不是你 我突然想明白了 我的日子不长了 在地球上的日子不长了 凯倩 你说的是不是圣经第五戒呢 孝敬父母 你在地球上的日子就可以长久 不孝敬父母 你就会很快死去 这就是你的心事 对不对 凯倩喃喃地说 我恨她 仿佛把这些可怕的字眼说出来 就能增加她的勇气 她突然大声说 我恨她 我恨我的母亲 她从来不让我 从不让我成为我自己 她总是要我像她一样 她老在逼我 逼我 她从来不给我任何机会 对凯倩的治疗刚刚开始 前面的路依然障碍重重 她必须战胜困难 才能真正成为她自己 意识到母亲的控制 带来的伤害 凯倩决心改变这一切 她需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自行做出决定 这让她感到害怕 在通常情况下 有母亲替她打理生活 做出决定 才让她感到安全 按照母亲和教会的价德观形式 一切变简单得多 自行去寻找人生的方向 显然需要经受更多的痛苦 后来凯倩对我说 其实我不想回到过去 但是有时候 我还是怀念过去 至少就在些方面来说 我可以不费多少力气 让一切变得简简单单 凯倩逐渐走向自立 而且鼓起勇气 跟霍华德讨论起 她在性生活上 没有带给自己满足感的问题 霍华德答应做出改善 却没有付出实际行动 凯倩开始施加压力 而霍华德一发焦虑 并且和我谈起这件事 我鼓励她另找一位心理医生 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时 她才说起 埋在心底的同性恋倾向 原来她是借着和凯倩结婚 来压抑自己潜在的问题 凯倩有着性感的身材 看上去也很迷人 霍华德便把她当作 至高无上的奖品 与凯倩在一起 就证明她有男性的魅力 不过 她从未真心爱过她 他们证实了各自的情况以后 就平静地离了婚 凯倩后来到一家 大型服装店做售货员 此后 她在工作和生活中 面临各种选择和决定时 还经常同我探讨 她经受了磨练 变得坚强而自信 她和男人约会 希望找到理想的伴侣 并且生育儿女 她在工作上已得心应手 始终心情愉快 我对她的治疗结束时 她已晋升为服装店经理助理 我不久前还听说 她转到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上班 如今 凯倩是个快乐的27岁的女郎 她不再到教堂做弥撒 也不再以天主教徒自居 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仍信仰上帝 不过她会明确地告诉你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这个问题对她无关紧要 凯倩的病例 显示出宗教环境和心理疾病的密切关系 世界上 像凯倩这样的人成千上万 所以 我有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感谢那些教会 有了他们 才让我们这些心理医生 在职业上更有保障我说的教会 包括天主教会 尽信教会 路德教会 长老教会等等 当然 教会不是造成凯倩神经观能症的根本原因 教会只不过是凯倩的母亲大权独揽 建立不合理权威的工具罢了 母亲的遗旨气使 父亲的不闻不问 才是凯倩得病的根本原因 即便如此 教会还是难逃其咎 在凯倩就读过的教会学校 神父从不鼓励凯倩发挥主观能动性 对教会的信条提出质疑并自行做出判断 对于教条可能产生的误导 以及教会规定的过分苛刻的要求 教会从来不做任何考察和纠正 凯倩信奉上帝 学界和原罪的观念 他研习的宗教观和世界观 其脉不符合实际需要 他不能自行提出质疑 也不懂得独立思考 教会根本不能帮助他结合自身情况 去建立适合的宗教观 教会只想让信徒们 原封不动地继承上一代的宗教观念 这种情形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一种普遍而典型的现象 凯倩的病例如此常见 已知许多精神病学家和精神治疗医师 把宗教视为撒旦 他们甚至认为宗教本身 就是一种神经观能症 一种禁锢心灵的非理性观念 重视科学和理性的弗洛伊德 也有类似看法 兼职他在现代精神病学界的先驱地位 更促使心理学界趋向于把宗教视为疾病 心理学家从现代科学出发 与古老的宗教迷信进行较量 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福音 所以他们必须耗费时间和精力 帮助病人摆脱落后而沉浮的宗教观念 使他们的心灵重获自由 马西亚的故事 多年前 我接待过一个患有长期心理疾病的病人 马西亚 他当时二十多岁 患有忧郁症 马西亚对生活环境没有怨言 但整天闷闷不乐 他口袋里从不缺钱 而且接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 但看他的打扮 却像是个贫穷多病的中年妇女 乃至是流浪街头的老玉 我清楚地记得 在治疗第一年 他穿着不大合身的衣服 衣服色彩也很单调 不是蓝色或灰色 就是黑色或褐色 他还背着帆布袋子 袋子色彩暗淡 老是脏兮兮的 他是个独生女 父母都在大学任教 他们坚持认为 宗教是穷人的鸦片 马西亚十岁时 和朋友们一起去教堂做弥撒 还遭到了他们的挖苦道嘲笑 马西亚接受治疗之初 对父母抱持的观点深信不疑 他自称是个无神论者 坚信人类只要摆脱神灵的束缚 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有趣的是 在马西亚的梦境中 经常出现宗教象征 比如 他曾梦见一只鸟飞进房间 嘴里闲着用原始文字 写成的神秘卷制 显而易见 他的潜意识里 存在着渴望宗教的成分 起初 我没有对其人生观和世界观 提出质疑 在长达两年的治疗中 我们也从未讨论过宗教问题 谈话涉及的主要是他和父母的关系 他的父母赋予理性 而且能满足他的经济要求 但感情上却同他保持着距离 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事业 却没有花时间陪伴女儿 马西亚成了心里的孤儿 成了典型的不幸的富家子女 他却不愿承认这一事实 每当我提醒他 他其实一直被父母所忽视 他的打扮就像是个孤儿 他就会感到生气乃至愤怒 他说自己只是跟随潮流而已 而我无权批评他的装束 对马西亚的治疗是长期而缓慢的 不过在外表上 他却有了迅速而显著的变化 这主要得益于我们逐渐形成的亲密感 这种亲密感不同于他与父母的关系 治疗进入第二年时 有一天早晨 马西亚背着崭新的皮包 出现在我的治疗室里 他的皮包只有原先的 帆布袋子的三分之二大小 色彩艳丽而醒目 而且正是从那一天开始 几乎每隔一个月 他都会添置一件色彩鲜艳的服装 有的是橘黄色 有的是鹅黄色 有的是淡蓝色 有的是深绿色 就像一朵朵鲜花次第开放 他倒数第二次找我看病时 显然对自身的改善大为满意 他说你知道吗 如今我的心情改变了很多 我的装束和气质也完全变了样 虽然生活环境没有多大变化 我依旧住在原来的地方 做的事也和以前大致相同 但我对整个世界的感觉 却完全变了 我感觉温馨而安全 心情比过去快乐了许多 记得我对你说过 我自认为是无神论者 我现在不那么肯定了 大概我根本不是无神论者 我心情愉快时 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 这个世界其实有上帝存在 因为没有上帝 世界就不会这么可爱 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仿佛置身在某个宏大的蓝图上 虽然对整个蓝图所知不多 不过我知道它的确存在 它是那样美好 而我是它的一部分 凯倩原来把神灵奉为一切 经过治疗 它不再相信神灵的存在 而马西亚原本否认神灵 是个无神论者 后来却相信上帝的存在 他们的治疗程序几乎一样 医生也是同一个人 最终的结果却显然不同 怎样解释这种情形呢 对于凯倩 心理医生显然有必要主动质疑其宗教观 以弱化上帝在其人生中的不良影响 而马西亚则不然 即使心理学家没有提出质疑 他的宗教观也会逐渐占据上风 我们或许会问 为使治疗取得成功 心理学家是否必须主动挑战病人的无神论 不可知论 甚至有意识地引导病人信仰宗教呢 特德的故事 特德找我看病时是三十岁 过着隐世一样的生活 整整七年 他住在树林深处一栋小木屋里 几乎没有朋友 更没有特别亲近的人 最近三年里 他没有和任何女人约会过 作为调剂 他偶尔会做些木工活 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钓鱼 看书上 或者去尝试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决定 比如 晚餐应该准备什么 如何准备 是否该去购买一件廉价的工具 事实上 他很聪明 还有一笔可观的遗产 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 第一次就诊时 他就坦言自己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他说 我知道人应该活得有价值 有意义 可我优柔寡断 什么决定也做不了 更不要说重大的决定了 我认为自己该去做一番事业 因此 考虑过读研究生 或去学一门职业技术 可是 做什么事都无法提起我的兴趣 我也考虑过当教师 或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比如国际关系 医学 农业生物学 最终都不了了之 我顶多只是进行一两天的尝试 不管在哪个领域 碰到难题就泄气 觉得自己的选择是个错误 我感觉人生堆满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特德告诉我 他的心理问题开始于18岁 当时他刚进入大学 一切都很顺利 他过着再正常不过的生活 有两个哥哥 家境优越 父母感情和睦 对孩子也很关心 特德原本在一所私利寄宿学校就读 而且成绩优异 后来 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孩 不幸的是 在进入大学前的一周 那个女孩拒绝了他的求爱 这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他一场痛苦 在大学一年级时 他差不多天天酗酒 索性他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 后来他又恋爱过几次 由于每次都没有认真对待 最后都无果而终 学习成绩也开始下滑 大三时 好朋友汉克死于一次车祸 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不过 他还是克服了打击 那一年 他甚至还改掉了酗酒的恶习 而他优柔寡断的问题 却越来越严重了 他始终无法决定 他的毕业论文该选择什么题目 他修完了课程学分 在校外租了房子准备论文 只要再交上一篇不长的论文 就能够顺利毕业 其他同学在一个月内 就能完成这一任务 而他却花了三年时间 此后他就什么事也没有做成 就在七年前 他搬进了那座森林 独自住在小木屋里 特德认为 他的心理问题应该与性爱有关 因为他的问题 好像都源于恋爱的失败 他几乎读过弗洛伊德的每一本著作 也许比我读得还多 在正式治疗的前六个月 我们深入地探讨了 他童年时期性的发展 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尽管如此 我还是亏见到他性格中 某些特别的方面 其中之一就是 不管做什么事 他都缺少骑马的激情 比如 他可能盼望出现好天气 可当好天气到来时 他顶多是耸耸肩 说 也没什么特别的 这一天总是要过去的 有一天 他在湖里钓到一条肥大的缩鱼 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又没有别人与我分享 他说 所以 我又把他扔回到湖里 与缺乏激情的态度 相伴而来的 是对一切都表示轻蔑和不屑 似乎没有任何事物 能让他满意 他的眼睛完全是批评家的眼睛 他用挑剔的态度 与可能影响情绪的一切事物 保持距离 特得注重隐私 我很难了解更多细节 这是治疗进行的格外缓慢 我必须从他口中 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料 他做过这样一个梦 我出现在一个教室里 我看到那里有一样东西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很快把它放进一个箱子 封存起来 不让任何人看到 接着 我把箱子藏到一棵枯死的树木里 树木中间是空的 我用螺丝钉把树皮定起来 我又坐在教室里 忽然想到螺丝钉可能没有上紧 我紧张得要命 又跑到树林里 重新把螺丝钉弄好 心里才觉得踏实了 然后 我继续坐在教室里听课 和其他患者一样 特得梦见了教室和上课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治疗 他显然是不希望我摸清他的过去 找到他的神经观能症的症结 治疗进行到第六个月 特得厚厚的心灵盔甲 才出现了小小的裂缝 再来见我的前一天晚上 他曾到一个朋友夹鸡去玩 他抱怨说 昨晚真是无聊 我的朋友让我听他买的唱片 是尼尔盖蒙电影 《天地与沙欧》 谱曲的原生带 我真是觉得心烦 我不明白 他受过勇气们好的教育 为什么还会认为 那种无聊的东西是有价值的 而且居然还把它称为音乐 他的轻蔑之态过于明显 所以 我竖起耳朵 仔细辨析他的想法 我说 《天地与沙欧》是宗教作品 所以音乐也有宗教的味道 选这样吗 如果你把它当成音乐 说它有宗教味道 或许也是可以的 二八少有入走的路 让你讨厌的 可能是它的宗教味道 而不是音乐本身 特得说 可能吧 反正我很讨厌那种宗教 你讨厌的是什么样的宗教 滥用感情 扭尼座泰说出这几个字时 他的表情和腔调 都透露出极度的厌恶 还有哪些宗教是这样的呢 我问 他看上去有些困惑 有些慌乱 我想不是很多 不管怎么样 宗教对我来说 一向缺少吸引力 一直都是这样吗 他有些遗憾地笑了笑 不 我在青春期时大脑简单 那时候对宗教很虔诚 我在寄宿学校三年级时 甚至还在学校小教堂 做过指示呢 后来怎么样呢 什么后来 你的宗教信仰 怎么会发生改变呢 大概是我成长了 所以就不再需要它了 你是怎么成长的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特得有些恼火 人人都会成长 别人是怎么成长的 我就是怎么成长的 这还用问吗 你什么时候发现 自己长大成人 不再需要宗教了呢 我不知道 我以前告诉过你 我上大学以后 就没有去过教堂 完全没有吗 一次也没有 高中三年级 你在学校小教堂 做过指示 暑假时你经历了一次失恋的打击 就再也没有去过教堂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在你看来 是否和你被女朋友拒绝有关系呢 我不觉得有多少关系 有很多同班同学和我差不多 到了一定阶段 大家都不再相信宗教了 我不再信仰宗教 与我和女朋友分手这件事 也许有关系 也许没关系 我也说不清楚 我只是知道 后来我对宗教没有任何兴趣 大约一个月之后 对于他的治疗 又有了新的突破 当时 我和特得正在讨论他缺少激情 对一切都没有兴趣的问题 他承认 我最后一次对一件事有激情 大约是在十年以前 大学三年级的期末论文 我写的是与现代英语有关的题目 我记得当时我写得很投入 很专心 你的论文题目是什么 我问 时间太久了 我记不得了 胡说 怎么可能呢 你好好想一想 一定还记得 大概是探讨英国诗人霍普金斯吧 在我看来 他应该是属于最早期的 真正意义的现代诗人 我的论文 好像是分析他的庞杂之美 这首诗我走进书房 找到了大学时代的英语诗歌课本 庞杂之美 这首诗在第八百一十九页 我念到 上帝理应得到赞美 是他创造了色彩缤纷的万物 天空的斑斓色彩 犹如母牛身上的斑点花纹 玫瑰色的眼鼠 灵动自如 宛如自由自在的七彩鲑鱼 火红的炭火中 抱着欲出的素子 金翅雀的美丽翅膀 起伏的山傲 闲置的耕田 心灵的梯田 这一切构成了层次分明的壮美景茂 还有各行各业的人们 不同的装束 工具 装备 一切对立的 原始的 荣誉的 怪异的事物世界变化多端 万象汇集 谁又能真正领悟其中真谛 快中有慢 田中带酸 炫目中夹杂黑暗 上帝创造出的美超乎一切变化 且让我们由衷地赞美他 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深受感动地说 这是一首饱含着热忱和激情的诗 是的 这首诗的宗教意味很强 是的 这篇论文 是你秋季学期结束时写的 那就应该是在一月份 对不对 没错 如果我没有记错 你的好朋友汉克 是在同年二月份出的车祸 对这时候 我感到房间的气氛有些紧张 我不是很清楚随后应该怎么办 只好凭着直觉继续追问 照此说来 你到了岁 被第一个女朋友拒绝 然后你就放弃了宗教信仰 三年以后 又因为最好的朋友的死亡 放弃了对一切事物的热情 不是我放弃 而是我的热情被所有这一切吸干了 特得大声说 她就像是在吼叫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情绪如此激动 上帝拒绝你 因此你也拒绝上帝 对吗 难道不可以吗 她以惯常的反击口气说 这个世界太恶心 一直叫人恶心 我原来以为你的童年很幸福 根本不是 我的童年更叫人恶心 在特得貌似平静的外表下 隐藏着痛苦的童年记忆 两个哥哥过去老是欺负他 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程度 特得的父母更关心事业 而且他们彼此怨恨 对孩子的事极少过问 在他们看来 兄弟吵架是正常的 他们从未想过如何保护年幼的特得 特得最大的安慰 就是躲在乡下独自散步 由此可知 早在十多年前 在他的内心深处 就种下了离群所居的种子 人独处 才能让他松一口气 真正远离哥哥们的折磨 回忆起往事 特得对世界的仇恨 犹如泉水般涌出 此后几个月 他连续对我回忆起伤心的童年 回忆起女朋友的拒绝 以及汉克的不幸死亡 他觉得这些让他难以承受 他的人生 就像是死亡与痛苦并存 危险与邪恶同在的巨大漩涡 经过L五个月的努力 对特得的治疗出现了转折点 那天他带来一个小本子 说 你经常说我过于掩饰真相 不肯说出自己的秘密 事实也是如此 我昨晚收拾过去的东西 看到了这本大二十的日记 我还没有重新读过 所以原封不动地交给你 或许你会有兴趣 看看十多年前的我是什么样子 我说我一定会的 我用了两个晚上读完了目击 日记再次印证了他过去的生活方式 读来读往 喜欢像隐士一样 此外再无多少新鲜的 有价值的资料 不过 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年一月份的某个星期天 他一散入外出登山 赶上暴风雪 半夜才回到学校宿舍 我是多么兴奋啊 他写道 平安归来 让我有一种狂喜的感觉 就像去年夏天 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样 盘下一次同他见面 我就问起他那年夏天的事情 他说 我告诉过你了 他每次这样说 其实都是想隐藏什么 我识破了这一点 继续追问下去 你还有些事没对我说过 我敢肯定 他终于说 你还记得我大一暑假时 曾到佛罗里达去打过攻吗 我那时赶上了一场飓风 你知道 我一向喜欢暴风雨 就在大风大浪最猛烈时 我赶到码头那里 一阵海浪扑过来 把我冲下了大海 另一个大浪又把我推了回来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 而且是在一瞬间 我感到难以置信 于是问道 你真的是在风浪最大的时候 独自跑到码头去的吗 我说过 我喜欢暴风雨 我喜欢体验大自然的疯狂肆虐 这一点我能理解 我也喜欢暴风雨 不过 我可不会像你这样去冒险 特得叹了口气 回答说 好吧 我对你说实话吧 我当时有自杀的倾向 我后来也琢磨过这件事 那年夏天 我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说实话 我不记得当时是否怀着自杀的念头赶到码头 我真的不太在乎结束生命 你当时被冲到了海里 是的 我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海浪太大 什么都看不见 我只是感觉一个巨大的浪头打过来 一下子就把我卷走了 我整个人淹在水里 失去了自救的能力 我本来以为死定了 感觉非常害怕 但过了一会儿 整个人又被浪送回到岸边 还撞到码头的水泥柱上 我挣扎着爬上岸 手脚并用地爬到路边 身上出现了好几处淤血 幸好伤得不重 对于那一次的经历 你有何感想呢 特得挑衅式的反问 什么叫做有何感想 没什么 我是说 你对死里逃生有什么感想 啊 我只是觉得 当时的运气还不错吧 我说 运气 你认为那是运气 你认为海浪把你推回到岸边 只是一种巧合 对吗 当然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 有人把这种情形称为奇迹 对我来说 也就是走运而已 那就算你走运好了 我说 特得 你遇到不幸的事 总是归罪于上帝 你抱怨这个世界叫人难以忍受 赶上类似奇迹的好事 你却认为是运气 你怎么解释这些事情呢 特得也意识到 他不自觉地采取了双重标准 从此以后 他开始留心周围美好的事物 他不仅聚焦黑暗 也开始关注光明 除了反思汉克以及其他人的死亡 他也注意审视人生的快乐 他逐渐意识到 人生某些痛苦 原本就是难以避免的 生命原本就是矛盾 庞杂的组合 随着他的观念的进步 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和谐 他再次尝试同女人约会 对于身边的事物 也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他的宗教信仰重新萌芽 他在诸多事物的变化中 研究生存与死亡 创造与毁灭的奥秘 他倾听和宗教有关的音乐 阅读神学书籍 甚至还买回了天地与沙鸥一书 经过两年的治疗 有一天早晨 特德对我说 他现在可以从我这里毕业了 他兴奋地说 我打算申请进入心理学研究所 你大概以为我是想模仿你 其实我是认真地考虑了这件事 我鼓励他说下去 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 既然我打算回去读书 就应该选择F 真正有价值的学科 我觉得研究人类的心灵很有意义 从事心理治疗非常重要 我问道 人类的心灵和心理治疗 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呃 我想 最重要的应该是上帝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去研究上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七 你说上帝最重要 那为什么不去研究上帝呢 对不起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是因为你不想听懂 我真的听不懂 人怎么可能去研究上帝呢 有的学科研究心理学 也有的学科研究上帝 这是事实 我回答说 你是指神学院吗 是的 你的意思 是让我将来去当牧师 是的 特德称目结舌 我 那可不行 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而是拐弯抹角地说 心理医生和牧师相比 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 我是说 牧师扮演的也是心理治疗者的角色 而心理治疗和牧师的传道也很接近 那你干嘛不去当牧师呢 特德突然恼羞成怒 你为什么要逼我呢 选择什么学科和职业 那是我自己的事 我想干什么 完全是我的自由 心理医生不能指点病人怎么做 你无权替我做出决定 我可以自己做出选择 我说 听着 我不是在替你做决定 我只是在帮你分析另一种可能的选择 你却因为某种原因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你自己说 你想做最重要的工作 而且你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上帝 但是 我建议你把为上帝工作作为你的终身职业 你却极力排斥 你说你做不到 即便你真的做不到 那也没关系 了解你做不到的原因 是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对不对 现在我再问你一遍 你为什么不考虑做牧师的可能性呢 特德有气无力地说 我就是不能去当牧师 为什么 因为 因为牧师是上帝的仆人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我是说 如果我去当牧师 就必须公开我信奉上帝的事 以后不管当着什么人 我都必须做出虔诚的姿态 但我做不到 是啊 你必须偷偷摸摸的是不是 你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表达你最大的虔诚 到了公共场合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不对 特德日 XT口气说 听着 你不了解我的情况 过去 每当我说 每当我说对什么是有兴趣 有激情的时候 我的哥哥都会嘲笑我 你现在还是活在过去吗 你仍然只有十岁吗 你还是和哥哥生活在一起吗 特德哭了起来 说 其实不止如此 父母也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 不管我做错了什么 他们都会惩罚我 拿走我最喜欢的东西 咱们看看特德最喜欢什么 对了 我们说下个礼拜去他姑妈家 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就别让他去了 对了 还有他的弓箭 他最喜欢这种玩具了 我们就把他没收好了 他们的招数很简单 抢走我所有心爱的东西 只要是我喜欢的 都会被他们随时拿走 治疗中于触及特德 神经观能症的本源 于是 他开始凭借意志力 自行做出决定 他一再提醒自己 他不是十岁的孩子 不必再受父母的管束 哥哥的欺负 他开始培养对某些事物的热情 表达对生命和上帝的热爱 他最终决定去神学院 在启程前几周 我收到一张他寄来的支票 这是上个月的治疗费 我注意到他在支票上的签名 不再是名字的简称特德 而是签上了他的全名 西奥多 我打电话问他 这是什么原因 我本来就希望你注意到他 特德说 我想我仍在以某种方式 有意隐藏自己的秘密 对嘛 小时候 我姑妈就告诉过我 喜奥多这个名字 就是爱上帝的人的意思 我应该以此为荣 我当时的确很骄傲 就去告诉了哥哥 他们却拼命嘲笑我 还说我是个娘娘腔 以后我就不敢再用这个名字了 现在我突然觉得 这个名字不会让我感到尴尬 我决定以后经常使用我的全名 毕竟 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上帝的人 不是吗 婴儿与洗澡水 前面举出的例子 都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 信仰上帝 是否是一种心理病态 要消除童年时的传统观念 与迷信思想的束缚 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从上述事例可以发现 答案不止一个 有时候答案是肯定的 譬如 对于天主教会和母亲灌输的信仰 凯倩当初照单全收 这阻碍了她的成长 她对信仰提出质疑 找到出现问题的原因 才过上了更洒脱 更满足 更具活力的生活 让心灵找到了成长的自由 有时候 答案又是否定的 譬如 马西亚的心智变得成熟 才脱离了童年时狭隘的小宇宙 进入更辽阔 更温暖的大宇宙 某种崭新的信仰 也在其灵魂深处生长 同样 特得的心灵 重新焕发生机 与找回信仰 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答案亦是亦非 我们该如何面对呢 探求真理是科学家的天职 但科学家也是凡人 和普通人一样 他们在潜意识中 也希望为最复杂的问题 找到最简单 最明确的答案 这样一来 他们探索宗教与信仰的问题时 常常会陷入两种陷阱 一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律采取排斥和摒弃的态度 即把婴儿和洗澡水 以鼓脑儿的倒掉 另一种则是化地为牢 不肯承认在熟悉的个人小圈子以外 还存在更值得深入探索的神秘事物 不夸张地说 在真实的上帝周围 其实流淌着大量肮脏的洗澡水 残酷的盛战 宗教审判 动物牺牲 活人献祭 极度的迷信 愚民政策 教条主义 极端无知 伪装虔诚 自以为是 顽固不化 焚烧书籍 把女巫除以火形 阻碍人类的思想进步 制造恐惧感 强迫服从 病态的原罪 疯狂的朝拜等等 可谓不可胜数 那么追根溯源 所有这一切 究竟是上帝有负于人类 还是人类对不起上帝呢 人世间无数信仰 皆以毁灭性的 教条主义为特征 这方面的证据 不计其数 那么 问题是出在我们过于信仰上帝 还是我们天生就容易流于 教条主义呢 熟悉顽固无神论者的人都知道 他们从不信仰神灵 他们以打破神灵 崇拜为荣 乃至到了独断专行的程度 他们实际上不比狂热的宗教信徒好到哪里 那么 我们该摒弃的是信仰本身 还是教条主义呢 科学家容易把婴儿和洗澡水 已到泼掉的原因 还在于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宗教 刚刚接受科学启蒙的新生代科学家 其狂妄和偏执的程度 可能丝毫不逊于基督教十字军 或者安拉伊斯兰教所信仰的神的勇士 他们的家庭或文化背景 假如原本就具有信仰造成的无知 迷信 顽固与伪善成分 狂妄和偏执就可能更严重 在破除原有的信仰崇拜上 我们的动机不仅有知性因素 也含有情感的成分 科学家成熟的标志之一 就是能够意识到 和其他任何宗教一样 科学也可能流于教条主义 我坚定地认为 对于别人教给我们的一切 包括通常的文化观念 以及一切成规就习 采取冷静和怀疑的态度 才是使心智成熟不可或缺的元素 科学本身也很容易成为文化偶像 我们亦应保持怀疑的态度 我们的思想可能很成熟 成熟到足以摆脱对上帝的信仰 丁绍游走的路与此同时 我们也可能成熟到去信仰上帝 即接受宗教信仰 充满怀疑色彩的无神论或不可之论 未必属于更高范畴的世界观 我们甚至可以相信 尽管世界有各种谬误的神灵观念 但必然存在一个真正的神灵 著名的神学家保罗·底里奇 曾提出过神外之神的观念 某些睿智的基督教徒 也曾欢欣鼓舞地宣布 上帝已死 上帝万岁心智的成熟 意味着走出迷信 进入不可之论 再脱离不可之论 真正认识神灵的存在 九百多年以前 杰出的伊斯兰教智者阿华凯尔 走的便是这样的道路 他在一首诗歌中写道 直到学院与清真寺光塔倾覆 我们神圣的职责才算大功告成 直到信仰变为排斥 排斥变为信仰 真正伟大的穆斯林才会显形 我们无法确知 心智的成熟之路 是否经由充满怀疑的无神论 或不可之论 逐步通向对上帝真正的信仰 但是可以肯定 像马西亚和特德这样经治疗 而使心智成熟 开始采取怀疑立场的人 似乎全然朝着信仰上帝的方向迈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他们培养的信仰 和凯倩摆脱掉的信仰截然不同 宗教不但分为很多种 信仰层次也分为很多种 对于某些人而言 某些宗教可能误人子弟 有的则未必有害 甚而可以造福民生 具备上述认识 对于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大有必要 毕竟 他们要直接面对病人心智成熟的问题 对病人宗教体系的合理性做出判断 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心理治疗者以理性为前提 他们即使没有继承福洛伊德的一波 也至少属于怀疑主义者 所以他们常把狂热的信仰视为病态的表现 这就很容易导致彻头彻尾的偏见 不久前 我接触过一个大四学生 他几年前曾考虑到修道院出家 他在一年前接受心理治疗 目前治疗仍在持续 他说 有关我的信仰以及我想出家的想法 我一直不敢告诉医生 我认为他不会理解我 我对这个年轻人的了解有限 无法准确评估其信仰的本质 我不知道他曾打算出家的想法 是否表明这神经观能症倾向 不过我很想告诉他 你应把想法和感受告诉医生 坦率地说出 一切 这样 治疗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更何况 治疗本身对你又那么重要 你应该给予医生充分的信任 相信他能采取客观的态度 但是 我没有对他说这些话 我不能确定他的医生能否保持客观 能否通过宗教和信仰的观念 进一步了解他的病人 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对宗教过分简单化 会使病人处于不利境地 不管是坚持认为宗教大有好处 还是把宗教一律视为致命的魔鬼 都会造成程度不同的问题 以保持中立或以客观为幌子 对病人的宗教问题一概回避 同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平衡 客观的立场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真诚地希望 心理治疗者面对病人的信仰 能够采取更成熟 更稳妥的态度 而不是不屑一顾或静而远之 甚至如玉水火 必知唯恐不及 感谢您收看心灵之光 希望我们的视频 能给您带来愉悦和启示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的更新 我们将会带给您更多优质的内容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前行